经无管的人 绝不是病夫 经过这40年 那我也想通了 那怎么样都要把 我跟李小龙这一段 这个我们两个人的缘分 我想应该到时候要 真的要公住一室了 41年前 1973年 功夫巨星李小龙突然离世 年仅33岁 关于他的死因一直扑朔迷离 不过因为李小龙去世的地点 是少氏女星丁沛的住所 也让丁沛当年背负上了 害死李小龙的骂名 我才26岁 他才从美国回来 说他是全世界最健康的人 那你想想看 我自己本身都还没有认识自己 怎么可能 你会认识一个 全世界崇拜的英雄 这会马上就会往生呢 李小龙妻子 琳达所发表的声明 并没有平息各方 对于李小龙死因的猜测和质疑 而当时让丁沛备受指责的 则是李小龙的死亡地点 最初被刻意隐瞒了 因为早在李小龙去世前 他与丁沛之间交往的传闻 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因为这层特殊的关系 李小龙在丁沛家突然暴毙 也让许多李小龙的影迷 把失去偶像的悲痛 转嫁为对丁沛的仇恨 而对于李小龙 是否真的是因为服药而死 丁沛也给出了她的答案 我觉得她从小的身体不是这么好 因为她的小名叫小凤 就是因为身体不好 所以叫小凤 那如果身体不好的话 她把自己 就是说用得那么近 她自己又是弄电又什么 我相信这个心脏各方面也很 是